留学圈大新闻,哥大宣布退出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 先给大家详细还原一下瓜 之前哥大数学系教授指控哥大在US News多个数据造假 那么这件事我们也是三月份的时候就讲过 那既然被质疑,哥大也决定给出一个结果 所以打算在内部好好查一下各种数据 所以宣布退出下一次的US News排名 很多留美的学生各种爱好 同学们你们放一万个心 这件事对你们的影响真的没有那么大 首先哥大大概率不会永久的退出US News排名 这次也是宣布退出下一次排名 而且数据造假,之前也有 比如说UCB,这次有问题 那下次补交真实数据再参加就可以了 其次,哥大排名本来就离谱 哥大虽然实力很强,但是真不至于到美国top2 哥大学生你们觉得呢 如果哥大想要提高排名 去雇用更多的全职教授去提供更好的师生比 对大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当然换校长了,也许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改善师生比 再一个哥大的Title够用了 这些来说哥大的认可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哪怕你在意国内一些前50前100的福利 那你看哥大QS排多少 这件事影响最大的 还是那些录取美国top10额外收钱的机构 之前的GHU的MSF变难了 哥大也退出了 资金怕是要大大的缩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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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